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本月出席日本部分地区遭好雨袭击, 紧接驻日本多得又面临酷热高温考验,已造成数十人丧命。 光是昨日,21日一天就有11人身亡,共同设报道, 周六因中暑或疑似中暑而身亡民众高达11人,且几乎都是高龄人士, 包括二对七十多岁的夫妇,他们被发现死在位于东京和大阪的住家中, 东京消防厅金,22日也透露,周六救护车出动次数高达3091次, 是该部门自1936年设立紧急服务以来,单日出动次数最多的一次, 该部门表示,未将疑似中暑不适的民众送到医院, 东京救护车的出动次数,自上周二以来持续激增。 日本气象厅今日也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警报, 截至上午11时,气象厅927个观测站中, 有601个侧的30度以上高温,东京市中心已出现34度, 鸟曲市、群马县前桥市和三重县规山市等57个地点则有35度以上高温,